好,禮拜二的早上又到了我們經濟學人雜誌的單元 在今天一開頭聽到的歌是來自於歌手Rita所演唱的叫做緣起 我們在線上視訊連線的一樣的是我們的老朋友也是好朋友 早安財經文化出版社的社長沈雲聰 哈囉雲聰早安 大家早安 好,我們一開始呢 我們今天忘記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封面 這個封面是什麼? 這個封面是埃及啊? 不是啦 呵呵呵 就不然呢 你看起來像什麼? 不對 因為我剛剛正在看埃及的氣候峰會 我還想說是嗎? Fall Down是什麼? 惠心殞落 惠心殞落 我跟妳說這個封面 它其實講的是它另外一個封面故事 因為這一集經濟學人有兩個封面 亞洲版的封面當然我們會談 它談的是印尼 也就是藍軒剛剛講的G20高峰會的主辦國 另外一個封面就是亞洲以外的封面 在英國、在歐洲、在美國 就是藍軒現在手上拿的 它談的就是最近加密貨幣圈 最晶天動地的大事件 哦 就是FPX 這個 但是問題是什麼? 所以它標題上寫的是 Crypto Crypto 就是加密貨幣 哦 OK 原來是這樣說 看起來一副好像要上太空的感覺 好像在這個火星 這個封面是印尼的封面 對對對 它就是說 它這個設計的概念是說 因為原本大家都覺得 哇 這家FTX在加密貨幣圈太強了 它簡直就是要登上月球 衝上月球的這種氣勢 完成別人所不能完成的事情 但是現在看起來不 它正在回頭衝擊跟去破壞 原本的加密貨幣這個世界 回過它來壯地球了 加密貨幣 這麼嚴重 對對對 OK好這話題真的還蠻重要的 所以在這個禮拜四 我們的這個閱讀網路閱讀趨勢 也跟這個哲冰講好了 我們要討論這個話題 這也是一個蠻重要的話題之一 但是今天的話 我們先從這個經濟層面來談 確實我看這個連上個禮拜在台灣 其實玩加密貨幣的人也非常多 因此的話 將這個交易所突然間大破產 然後說破產就破產 所有在這個地方交易的一些 加密貨幣通通瞬間消失無蹤 所以很多人就跟金管會說 這樣怎麼辦我們要去求償 我們要去把我們的錢討回來 不好意思 金管會的回答是說 因為它不在監管的範圍當中 事實上加密貨幣當初的優點之一 就是它是一個 沒有號稱 對就是有點像過去美國的大西部一樣 一個法律的荒芜之地 就沒有什麼樣的規則 所以那個時候你覺得這是一個自由的 是一個可以無限拓荒的一個新的處女地 現在突然間就說要監管 有人來幫我們把這錢討回來 所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台灣也是好像有幾千萬上億的資金 這個也是突然之間片刻之間 這個就是消失無蹤 有了台灣我也不曉得詳細的數字 不過我自己估計應該是幾千或者上萬人總是有的 對是真的就人來看 我覺得我有看到一個數字是50萬人 但是金額的話可能就變成是來的更高 50萬我50萬是根據一個總人口的比率 例如他說有5%的人有在投資 所以去推算出來 是這樣子嗎 但是事實上我估計可能沒有那麼多了 我覺得幾萬個可能是有 好那所以重點就在於說 那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它會突然之間破產 再一個說那這樣子怎麼辦 我想FTX事件 聽眾朋友如果關心應該最近這陣子 陸陸續續有在媒體有多多少少看到了 那沒有看到的 我覺得到時候哲兵應該會跟大家講的很清楚 那這一期的經濟學人 因為他這個事件一直是在發展當中 過去這幾個禮拜來 越來越多的訊息揭露了之後 我們慢慢也會對這個事情看得越來越清楚 你剛剛說這是大西部 其實經濟學人原本也是這樣子認為的 所以他這一期的封面故事 這個封面的設計曾經有一個版本 就是設計成一個大西部 然後只是這個大西部出世了 還出現一個江陽大道這種概念 可是後來隨著越來越多事件揭發 他們慢慢發現 這不只是大西部 所捅出來的樓子這麼簡單而已 相反的以這次事件的嚴重程度來說 他很可能會破壞現有的加密貨幣 未來可能在大家心目中的重要性跟地位 那經濟學人其實認為這是一個很不好的發展 因為他認為加密貨幣也好 他背後的區塊鏈技術也好 是一個不錯的創新的 而這個創新的火苗應該讓他持續 不要因為FTX事件的發生 而把整盆裝著嬰兒的洗澡水都給他灑掉 所以這次經濟學人其實有兩篇以上的文章 談FTX事件 基本上我們都 他其實上個禮拜就已經就在談了 這個禮拜也在跟著最新的狀況來做分析 因為這個事件太戲劇性了 你看剛剛講加密貨幣的交易所FTX 他的創辦人SBF 你看事件發生之前幾個禮拜都還是英雄人物 FTX的市值當時大家估有320億 當然這個就是參考一下的數字 然後換算成SBF 這位30歲年輕人本人的身價 也有高達160億美金 當然這還只是現在的估計 大家其實對他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非常看好 覺得他是一個金融天才 覺得他會是加密貨幣界的JP Morgan 加密貨幣界的比爾蓋茲 是 可是現在我們錄到這一集的時間 已經可以確定 剛剛講這些賬面上媒體給的財富數字 應該已經一毛不剩了 因為FDX已經基本上不會有人想買 所以他剩下的已經不是什麼好幾百億的財富 而是100多萬憤怒的客戶 以及債主包括在台灣在內的受害人 然後這起事件現在看起來不管在美國 還是在公司所在的巴哈馬 都已經被司法單位展開調查了 所以根據目前為止所揭露的訊息 看起來中間無鬼搬運背信的嫌疑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為其實我們你如果看他的網站 經濟旋律就是說上面寫得很清楚 他告訴所有的客戶 客戶交給他的錢他不會挪用 不會去動用 不會拿去自己去做交易去做炒作 就像當年的美國的金融機構一樣 左手拿存款戶的錢 然後右手拿去投機 然後賠錢了之後還存款戶 也跟著血本無貴 整個金融產業都跟著動搖 但是實際上後來大家現在都發現了 原來FTX偷偷把自己的錢 把客戶給他的錢借給了SBF 他手上的另外一家投資公司 叫Alamed 所以等於是你原本跟客戶講的很漂亮 你不會能用到他的錢 就可以想像銀行把你存給他的錢 偷偷拿去給他自己的券商 給他自己的人去做炒作 就無鬼搬運吧 偷空 對 所以當這些帳目一一的被揭發了之後 大家才覺得原來這個什麼金融天才 看起來搞不好是一個金融詐騙分子 所以因此現在很多人對於加密貨幣圈 整個也非常的反感 我覺得看起來這裡是有很多騙子的 這裡有很多沒效率的 加密貨幣到現在為止都還是沒用的 OK我們要休息了再回來 但是我覺得現在當然 月資性太震撼了 而且剛剛講的SBF 就是創辦人形象太好了 為什麼會把它比擬成Bill Gates 因為Bill Gates一個相對來說 比方說賈伯斯好了 Bill Gates比較常做公益 這樣的一個形象 那事實上這一位創辦人 FTX的創辦人 他就做了非常多的公益 看哪裡需要被救助 像哪裡有那種微小型企業的話 看起來很有夢想 但是很缺乏資金 他就會請囊相助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是讓大家覺得 非常shock的原因之一 但是如果你撥開他這個加密貨幣的外衣 他是不是也就是像前兩天才正式宣判 就那個一滴血的大家有沒有印象 一滴血可以說是測出你所有的疾病 然後一個預防醫學的概念 是一位女版賈伯斯 他也是搞了一個滔天大騙局 他最終在就是週末被宣判 只要坐牢超過11年 11年 所以是不是其實不然是虛擬的加密貨幣 或是實體的金融世界 玩的遊戲 如果說是貪婪的經典遊戲 長得實質上是差不多呢 你們休閒 往前回來 好 回到藍軒時間 繼續和沈欣聰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那我剛剛講到那位女版賈伯斯 靠一滴血成為這個矽骨的女金童 她是Elizabeth Holmes 這個伊麗莎白荷姆斯 那她的也真的是非常非常戲劇性 也是一個呢 飄飄亮亮 然後從雲端墜入 當初連很多的那種大老闆是捧著錢去投資她 我跟妳講中Bill Gates也有投資她 所以呢一戲之間這個形象大崩壞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FTX 也是一樣 她是加密貨幣交易平台的第二大 第一大是币安 她是第二大 那我們剛剛講了她的部分 因為她的個人形象非常具有戲劇性 所以被當作一個英雄 那再一個的話呢 就是加密貨幣這件事情 大家其實是年輕人非常重要的 投資理財工具 所以突然之間呢 會到這樣寫本無歸 而且她上演的其實是一個大家很熟悉的戲碼 所以呢 包括掏空啦 包括誤會搬運啦 所以她真的是會對 我第一說 你如果不去想她是一個加密貨幣 不都是這個樣子嗎 所以她對真正加密貨幣的重創到底在哪裡 第一加密貨幣過去這幾年來 一直都被人家攻擊抨擊 就認為你根本就沒有實質的用途 你就只是在炒作行情而已 這是第一個 再第二個 炒作也就罷了 現在如果FTS這個事情 看起來越來越像金融詐騙事件的話 那又多了一個 新融金融詐騙的惡名 所以如果最後加密貨幣沒有辦法證明 它是用途的 它是有用途的 那我們要加密貨幣幹嘛 所以金融詐騙是說 與其現在一直在唱吹跟借機來抨擊 這個傷口上傻言 來攻擊加密貨幣 不如來好好分析跟檢視一下 加密貨幣背後科技 所可能潛在的未來的貢獻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所謂的加密貨幣 剛剛藍軒也講到 它標榜的是更快更方便更有效率 而且去中進化 那要知道金融活動 其實是需要高度的信任的 因為你如果不信任我 你不會把錢交給我 我如果不信任你 我不會把錢借給你 那信任呢 就是整個因金融產業很重要的基礎 而我們現在整個金融業之所以 可以建立起信任 背後是有龐大的投資的 最有龐大的基礎建設的 從各種的什麼信用調查 各種的法規等等 其實有想辦法保障存款戶 讓你覺得 我可以放心的把錢交給銀行 然後這些銀行 我相信它不會亂來 銀行也透過各種的方式 來讓我們存款戶放心說 它不會隨便去做這些事情 總之一層又一層的監管 一層一層的建立起來的信任 是今天傳統金融業的基礎 可是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整個基礎代價是非常高昂的 而如果區塊鏈可以透過無數電腦的連結 發展出一套可以公開而且透明 而且省錢的信任基礎的話 那真的是一個大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當初區塊鏈跟加密貨幣 Promise的會做到的一件事情 可是當然目前為止 讓人家很失望的是 比特幣已經誕生14年了 可是剛剛講的這個理想 到現在還沒有實現 沒有說比特幣現在大家都耳熟能詳 可是也就是停留在炒作的階段而已 它完全沒有在實際生活中 付諸好用這件事情的承諾 然後我們看到很多的人才 很多的資金的確有在投入 加密貨幣投入區塊鏈 可是我們看到的經濟學院 其實說的很直接 基本上大家跳進來 一起打造的是一個虛擬賭場 還沒有讓我們看到 它可以實際使用的地方 但是雖然有以上的這些批評 經濟學院還是說 我們不應該就這樣 把整個加密貨幣都給否決掉 因為第一個 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 本來我們就應該接受跟允許 大家怎麼樣 簡單講叫願賭服輸 也就是說 經濟學院認為這些跳進加密貨幣圈的人 難道不知道目前為止 比特幣不能用嗎 不能拿去菜市場買東西嗎 不能拿去買咖啡嗎 都知道啊 那為什麼大家還是願意買呢 難道大家都不知道風險嗎 當然都知道的 可是其實就是想要賭一把 想要賭一個可以賺暴利的機會 所以如果他們願意賭 也願意服輸的話 其實你為什麼要禁止他 這是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 目前為止 看起來這個事件 原本有人擔心很嚴重 會影響衝擊到整個金融貨幣體系的穩定 就像當年的四代風暴一樣 可是完全沒有 因為我目前看到就是加密貨幣圈 受害慘重 可是整個大的金融圈 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沒有錯 有一些大股東像大馬奇 什麼加拿大安大略的教師推休金 他們都有投資FTX 然後也在這一波損失非常的慘 但是賠了錢沒有錯 可是並沒有傷及金股 所以不用太過度恐慌 所以我本來以為都是那些年輕人 小眾一些油資 所以事實上有這麼大的 像大馬奇這樣子的一個 主權機器在裡面 哇塞 他募資一募就是好幾十億 所以不是一般小賞戶所撐得起來的 他其實有很多的創投 有很多的華爾街的資金跟人才 其實早就跳進來 也是一樣想要賭一把 所以損失歸損失 事件的確害很多人受害 很多人血本無歸 可是回到創新這件事情上 經濟全然說 跟所有科技一樣 沒有人能夠預測 什麼樣的科技 最後可以開花結果 哪一些最後不能 所以過程中犯類似的錯誤 是難免的 加密貨幣 區塊鏈其實也是 OK好 所以聽起來當初成為他的契機的這一些 沒有監管相對自由的環境 取決的重點是一個信任 區塊鏈當中的信任可追溯 但這個現任瓦解了之後 這樣子一個沒有法去管他 這樣一個狀態 會不會被要求修正 但如果修正之後的話 會不會成為他反而 就真的就像是一個大賭場一樣 沒有任何的更多的功能性了 我想這是下面會不會走到現在為止 他可能必須要像剛才雲聰分析的 要去展現他 真正更有價值跟更有意義的地方 OK 我們休息一下 回到現場 好 回到藍宣時間 繼續和小明聰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院雜誌 好 那接下來就要聊這段時間 一大堆的這些國際的領袖峰會 峰會登場 此起彼落 現在的話是在泰國的APEC 之前的話是在G20 就在印尼 然後剛剛結束 還有包括在埃及的氣候峰會等等 那OK 所以這段時間很多的國家 因為要主辦這些活動 或是他們當初爭取主辦這些活動 還有卡達 提示族 四足賽 當初這些要主持 爭取這些賽事或是這些活動 其實都跟自己的能見度 因此可以被關注 這個端上國際舞台是有關係的 好 所以這些經濟學院雜誌 就focus在剛剛落幕的G20的印尼 好 所以印尼如何 經濟學院雜誌覺得他被低估了 對 這些經濟學院 印尼這個專題 他提出一個最後的一個重要的提醒 他說印尼是一個被世界嚴重低估的 的國家 甚至是經常被忽略的最重要國家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主要是因為 第一個 我們從全球人口來看 印尼常常都被忽略 大家都只看到中國 只看到印度 其實印尼是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國家 也是人口第三多的民主國家 而且如果從回教的國家角度來說 他也是全世界人口最大最多的回教國家 現在印尼有兩億七千多萬人口 你看他分布在這麼多大大小小的小島上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這些小島 從太平洋橫跨到印度洋 所以他在中國跟美國跟印度之間 其實是站在非常重要的戰略位置上 實際上我覺得大家並沒有忘記他人口多 只是說他人口多就跟印度蠻不一樣的 印度後來過去這十幾二十年間的崛起 是因為他的經濟高 就快速的發展之外 他的一些人才 尤其樹里人才 在這個科技 這樣的一個 在目前就是真的是一個世界文明 半年非常重角色的 這一些領域當中 不管是金融 不管是科技 印度人幾乎是無所不在 而且都越爬越高 又很團結 但是印尼 印尼的經濟好像感覺上 你除了取決於它的礦產豐富 然後經常貪污 你他的人口紅利所展現出來的國家的力量 我是覺得似乎感覺上 從這個角度看就比較像在邊垂 所以他的人多 就沒有創造出真正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得要重新看待他的那個價值 感覺起來是這個樣子 沒錯啊 其實藍軒剛所描述的 就是西方國家心目中的印尼 所以經濟學人自己也知道 他們自己英國人很多老外 就是這樣子看印尼的 所以他才有這一期的封面主題 提醒大家 要拋棄這樣的刻板印象 事實上在過去這十年 印尼的經濟成長的表現 跟印度中國巴西等等新興國家 比起來完全不遜色 如果我們從GDP的數字來看 印尼現在是全球第六大的新興市場 這過去十年來的經濟成長速度 其實非常的好 尤其是你看這一波的數位化 剛講數位化 他當然是印度的強項 可是印尼也不差 現在印尼在整個東南亞 漸漸成了很多高科技業者的 兵家必爭之地 因為我們知道他人口多 所以你看印尼現在 有超過一億人口 經濟學人說 每年花超過800億美金 在各種的數位跟電子服務上 所以他的市場潛力 是非常非常龐大的 所以他這樣子是個消費市場就是了 但他並沒有在製造這一端 形成某種產業嘛對不對 OK 第一個是他在市場上的潛力 經濟學人認為說你不要低估他 再來第二個很重要的是 對 你看剛剛講對了 印度的強調的重點是製造業高科技業 而印尼就是天然資源 什麼天然資源呢 比方說好了 我們現在知道未來是電動車的世界 而每一台電動車都需要用到電池 而電池最重要的原料之一就是鋰 而現在全球鋰礦當中 就有五分之一是在印尼 所以印尼重不重要當然重要 這還只是鋰 其他還有更多的從礦產到農場到林業 其實印尼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實經濟學人也不是今天才看考印尼的 經濟學人就幫他喊約 因為經濟學人去看很多的經濟數據之後 他就說拜託印尼這裡有兩億多萬 兩億四千多萬的人口 他平均的每年GDP成長率超過6% 而且有這麼豐突的天然資源 論條件論潛力根本就不輸給什麼金磚四國 所以高盛你應該列金磚五國才對 所以這個是經濟學人對印尼 其實非常看好的幾個重要的理由 而且這一集還有特別重要一點 他說我剛剛有點到的地緣政治 因為他所屬的地理位置太特殊了 你剛剛講 再加上剛剛講的各種的天然條件 資源國土面積人口 其實對中國跟美國來說 都是必須爭取合作的對象 因為他是東協的核心 是核心中的核心 印尼自己當然很清楚的這一點 所以早在1950年代以來 印尼就一直希望自己 可以在地緣政治上保持中立 因為他知道只有中立才可以左右逢遠 所以他要來自美國的各種高科技 他也需要來自中國的資金跟人力的協助 所以你看印尼現在的總統佐克威 佐克威他去到中國 歡迎中國來投資電池 然後去到美國 歡迎美國來投資電動車 其實不只是中美角力 其實印尼在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 也是兩邊不得罪的 他那個時候不是還飛去俄羅斯進行調停 要促成俄務和談嗎 我想說哇 這個總統是在美國跟歐盟之外 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很有很勇敢 很想要扮演角色的人 是 而且很有趣的一點 我也是看經濟學人講 我才知道的 他說在全世界的主要國家領袖裡面 所有國家的領袖裡面 今年今年只有一個人 見到了拜登 見到了習近平 見到了普丁 見到了哲倫斯基 這個不是別人 就是剛剛講的 這樣子 就點點點 三我講半就是了 所以你看他說 你看擁有這麼好的條件 如果在經濟上 他在未來十年 可以繼續用同樣的數字 增加下去 那麼按照數字來推估的話 他將會在十年之後 成為全球十大經濟體之一 印尼現在給大家的貧窮的印象 也會全面的改觀 因為印尼老百姓的生活水準 會全面的提升 印尼幣 印尼頓的價值也可能升高 所以呢 到時候印尼就會出現 很多的中產階級 那我們都知道中產階級 從經濟上來說 是多麼大的重要的一件事情 OK好 我覺得聽起來是有他的一些 潛能跟道理在的 然後一個就是地緣政治 就東協市場 目前確實是中美之間 這個兵家必爭 再一個話呢 現在礦產如果是純粹的 天然的礦產 然後呢 是這種傳統的開挖 傳統的應用 可能就是另外一個巴西 或是另外一個秘魯而已 但是如果說 它是一個電動車的產業的話 我覺得完全不一樣 但是如果這樣聽起來 我覺得這個印尼 似乎應該在人才的教育上面加把勁 可是對台灣的理解來說 其實印尼另外一個最大中的 就是它的人才輸出不是嗎 尤其是外籍勞工 都對我們來說 所以這份其實對於印尼的國力來說 事實上是蠻大的一個必須要去提升 如果說他們可以在這方面 有更多的一些人才 往一些更高端的角度去發展的話 結合這個電動車的礦產等等 哇那個可能不只是一個消費市場 可能會成為一個新的製造大國了 好我們休息一下回到現場 好回到藍軒時間 繼續回到沈雲松 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剛才聊到印尼很重要的一個是講到說 它擁有非常大規模的礦產 你剛才不是這樣講 你剛才講礦場 有時候我都沒注意到 所以雲松說還要消遣我家 但好我們剛才講的礦產很重要的地方 在於說它是用在電動車上 所以我們接下來聊這個話題 就講到未來的電動車 汽車的產業將會有什麼樣的 天翻地覆的長足的發展 好了對啊 因為我們先前也都談很多了 在我們不同的單元裡面 以後的電動車基本上來說 你要把它想成不是一個車子 不是一個代步的工具而已 它是一個超級大電腦 所以你可以在一個移動的過程當中 手不用放在駕駛盤上 然後不用看你前方的道路是什麼 它總而言之把你運送過去 那你在車上就會幹很多事情 想要追劇啊你想要工作 你想要上太空啊沒有開玩笑 就是總而言之 你可以有做非常充分的一些應用就是了 所以這個部分就讓現在的電動車 從硬體跨向軟體 你光看郭台銘最近的一些動作 你就可以看到 他是一個非常具體而為的顯影了 他不但是跟玉龍去合作 然後打造電動車 然後他也去合作要進行當中軟體的提供 甚至也就要去開發電池 其實現在全世界腳步就是這個趨勢 對啊對啊全世界汽車產業當然非常重要 你看它是一個每年三兆美金的一個大產業 所以郭台銘也好台灣很多的企業家 老實說我都認為他們看到了一個未來非常重大的商機 因為這個傳統產業 其實當年顏凱他已經看到了 只是他很遺憾沒有機會自己親眼目睹這個轉變 那整個汽車業看起來就會從硬體轉向軟體 就是以前都要看 哇你馬力多大 你這個加速從0秒到100秒 從0到100公里是多少秒之間等等 但是未來買車子的人可能不是那麼在意 剛剛講的這些數據 可能要講說我這台車有多少鏡頭 多少鏡片 硬碟的容量速度有多快 容量有多大 而且按照剛剛藍璇你這樣子講 如果上了車不用開車不用握方向盤 你可以做別的事情的時候 這等於什麼 等於車子裡面的這個空間 它不再是車子了 它可能是你家的客廳 它也可能是一個辦公室 你可以去上了車做任何的事情 它甚至可能是一個電影院 它可以是一個K歌坊 就是這個空間的概念已經會被全面給點 它可以是一個霍爾的移動城堡 對不對 對啊 你這樣講有道理 所以以後我們去唱歌 搞不好不是在某一個定點的地方唱歌 它是在移動中 當你唱完歌下次說 我到了高雄 我覺得這也還不錯 到了時尚 對啊 而且上了車 你可能不是只有現在的螢幕而已 現在已經有車子去提供 所謂的AL或者是BAL的眼鏡 戴上去 你等於進到了另外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空間 所以他先暫停一下這個想像 這個想像如果是成立的話 那對汽車產業來說 我想雲聰要暫停想像很重要 因為我每次一想就想到 對啊 無邊無盡去了 好 暫停想像 嗯 就你會知道說 對汽車業來說 這是多麼大的一個改變 因為以前你看我汽車業 這些工程師 講究跟重視引以為傲的是什麼 是我的機械能力 是我的公益能力 對 未來如果這些消費者都不再在意了 他上一台車 開一台車 反正不是他開 他才不介意什麼效率 他才不在意引擎的聲音 好不好聽 他才不在意那些過去傳統汽車業 引以為傲的事情 相反的 他可能重視的是 這台車子offer什麼樣的娛樂服務 他有哪一些輔助的服務等等 是沒錯 變成很重要 就加持服務對不對 對 就在基本的安全跟行動之外 所以開發相關的軟體 建立這個平台 現在就變成是這些傳統車廠 很重要的挑戰 而科技軟體 老實說對傳統車廠來說 就是很頭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是為什麼很多人 就看到了所對 看起來未來汽車產業會有很多 外來的進攻者 所以你剛講的郭台銘 Apple Google 其實大家 都想跳起來做電動車的這件事情 那傳統業者當然要應戰 這場應戰 那我還是不知道怎麼講 對啦 積極的應戰 對對對 不是打一場應戰 所以這一期 這篇文章其實非常長 因為他是Bizzer的頭條 大家想要更了解 我推薦大家去找來看 因為他有分析 傳統車廠要應戰所必須 面對的各種的問題 包括第一個組織上的挑戰 過去你很多的機械 很多的工程師 未來你還需要引進的是更多的軟體工程師 而硬體跟軟體工程師 要怎麼樣讓他們願意攜手合作 這是不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是 再來第二個 你未來請問你要選擇什麼樣的平台 我們都看到了現在有兩種可能 一種就是每一家車上自己開發自己的軟體平台 另一種就是我們都用共用的好了 有Apple的平台就用Apple的平台 有Android的平台就用Android的平台 但是這個後果就會像現在的手機或者像PC那樣 你平台不掌握在自己手裡 你其實就只能賺工錢 只能賺賣硬體的錢 你賺不到軟體的錢 未來人家要更新人家各種的服務 你像我們這些台灣代工的電腦PC大廠 其實賺不到這個錢 所以未來汽車產業 他人不願意步上這種後塵 那該怎麼做呢 因為我們也知道你如果你要自己搞 好處是剛剛講的你未來錢可以賺的 可是現階段你要推廣就會非常困難 因為未來也意味著消費者每換一台車 就要適應不同的平台 對 這個難題到現在其實是沒有解決的 你講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我們可以試著想像一下 目前手機基本上是兩種生態圈 兩種世界 那就企業端來看的話 他們就吃過虧了 現在基本上就是Apple 跟另外一個Android獨大 那所以現在呢 在這個新的電動車的市場當中 我覺得所有的人有企圖心的 就摩拳插掌 希望不要被兩大系統壟斷 但是就像你剛剛講的 如果說呢 所有的公司自成一個生態圈 就像是最近歐盟想要統合那個插座一樣 對不對 那總得要讓大家不要一天到晚 要換來換去 在不同的系統當中 去覺得焦頭爛額 搞得這個亂七八糟 覺得很麻煩 那否則的話大家就變成一日買某種車 就要一輩子買某種車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奇怪的發展 但是這樣子聽起來 確實我覺得整個電動車的想像 跟可能的未知對不對 而且現在就要投入 不管是要用表演品還是自己開發軟體 老實說 都還不一定有成功的商業模式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很多的 所謂數位化的商業服務 消費者買了你的車 不等於他接下來就願意掏腰包 買這個服務買那個服務 對啊 如果說你未來這麼多競爭業者當中 有人推出 你看現在網路上就是這樣 免費的 那你其實你要怎麼收費 你收不到費 你其實就難以為繼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未來傳統汽車業者 要面對的挑戰 嗯 OK 我們休息一下回到現場 回到藍軒時間 繼續和沈英聰來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好聊到這個電動車 我覺得會是一個未來非常大的一個 新戰場 而且會改變相當大的 我們這個人類的生活的方式 搞不好在10年後誕生的小朋友 他可能已經沒有那種開車 那種觀念 他只是一個移動中的 他只是一個移動中的 他不是在搞駕照咧 對對對 我真的覺得因為你就有代價嘛 對不對 你就有AI幫你代價 所以我覺得 不過講到這個啊 未來現在看起來 剛剛經濟學人其實也有提醒 代價服務 我看起來會是未來電動車 一個額外添加的收錢的管道 就是你未來買電動車 他可以是陽春版的 不能自動駕駛的 如果你要有自動駕駛版的 他要多收你某一些費用 就電動跟AI的電動 對 所以這個變化會很大 那這樣子講 又很好玩 這樣以後還可以選擇 我要林志玲幫我開車 對不對 他可以有發出電影講 你要往哪裡啊 我又穿網桌 我要 我要誰 我看我要誰 對啊 我媽好好不然我開車 我還有藍軒的聲音 是齁 對 我要特朗普我可以罵他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真的是 但是我們眼光不要這麼快的 放那麼遠 他是真的一個非常可期待的 不管商機跟生活當中的改變 而且正在被塑造中 讓我們把眼光收緊一點 我們要幾下最後這個 經濟學人雜誌的單元就是 这一波的经济的衰退 跟这一波的通膨跟物价飙涨 好像不会那么快过去 所以我们要聊的是 不要太过度乐观 是这样子吗 对这集leaders有另外一篇文章 谈的是全球经济 因为最近几个公布的经济指标 看起来讯号好像经济正在改善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乐观起来 全球股市也开始涨了 所以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 就特别提醒大家 千万千万这么高兴 好消息虽然有出现 可是坏消息还没过去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 10月份的通膨数字 从8.2% 现在一口气降了剩下7.7% 所以很多人就很开心 然后你在欧洲 有些数据就更明显了 像天然气 上次也有讲过 现在已经从8月的高点 降价了三分之二了 剩下三分之一 10月中以来 全球股市涨了13%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好消息继续下去的话 所以有分析师就比较乐观 说那看起来 美国联准会就不用那么急着升息了 不用急着升息的效果 就会让美金的涨幅 跟上涨的速度放慢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美国 美金有向下修正的一点点 但经济学人认为 如果你因为看到 刚刚以上讲的数据就觉得乐观 那你可能错了 你最好不要太过度乐观 因为根据他的看法是 第一 美国通膨之所以改善 是因为供应链慢慢在恢复了 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 LA的港口是大塞车的 大卡住的 但是现在几乎已经是通胀的 那到了明年三月 他们预计油价会回跌 通货膨胀 物价也会相对的回稳 所以这是短期会出现的状况 可是长期来说 就算通货膨胀率降低 退烧了麻烦 总体经济的麻烦 才正要开始 因为第一个 我们知道美国的就业市场 还是很吃紧的 很多公司现在是缺工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薪资是在上涨的 而薪资上涨的幅度 远远超过原本联准会 所设定的目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联准会是一定还会 再继续升息 直到就业市场降温为止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再进一步升息的话 那美国恐怕 还是要陷入某种程度的衰退 才可能让现在的问题 能够获得解决 刚刚云聪讲到这个缺工 我有点好奇的地方在于说 缺工因此薪资上涨 薪资上涨因此物价下不来 所以这部分的话 必须要继续打通膨 继续升息 这部分的逻辑很清楚 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部分的美国 其实不是缺工 是不断裁员 意思是说人太多 他需要裁员 你看比方说Amazon 比方说这段时间的Twitter 就是高科技业的大裁员 所以这怎么回事 一方面裁员 一方面缺工 所以到底在就业市场上面是怎么样 你刚刚讲这些是个别产业所发生的现象 高科技业还有金融业 主要是因为在疫情这两三年期间 大家过度扩张 然后过度因应疫情上的需求 而大量真人 你像脸书 Amazon 他们现在都承认在过去这两年过度乐观 他们以为在疫情期间的热潮 会持续到疫情之后 结果发现没有 所以他们就只好裁员 所以这个是比较是景气循环因素 金融业其实也是一样 受到11月以来 股市一直这样子跌 行情不好 所以大家必须裁员 但这就是个别产业所出现的现象 就整体的美国就业市场来说 都还是非常紧绷的 所以这个是美国的现象 在欧盟 没有错 天然气价格是大跌了 可是这主要是因为 现有的储存量充足 因为他刚好就从外国买了很多 重点重要的挑战不是现在 而是未来这两年 因为从明年开始 如果他们按照承诺执行的话 就不会再像俄罗斯直接买天然气了 所以全断 那全断的情况下 下一个冬天你怎么办 所以换言之 能源的麻烦并没有结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欧洲的经济看起来 也会进一步的萎缩 你看英国通膨 它其实并没有改善 对还是两位数字 对还是11% 而且核心物价指数还是高达6.5% 所以欧洲其实状况也是一样 所以势必接下来还是有一场印象要到 所以你现在乐观 是不是太糟了 当然乐观又有一个好 有个乐观的情况倒是中国 因为中国经历了你看大家都已经解封 它还在lock down 所以今年它是算是状况蛮糟的 可是到了明年如果它慢慢解封了之后 应该情况会有所改善 不过总体来说 经济权就是说 现在高兴还太早 恐怕全球再进一步衰退 是很难再避免的 哇OK好 所以这个蛮重要的一个提醒 就在这样的最末年中的时候 现在显然的美国的通膨 欧洲的能源危机 可能还要花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但就中国来看的话 我可以顺便补充 这个周末我看到这个中国大伙 他们自己也在讲 他们自己也撑不下 有关于那么高强度的防疫 如果继续的去牺牲经济的话 他们又特别提醒到说 今年加明年 好歹平均起来的经济成长率 要回到5%左右 才可以撑得起中国那么大的一个人口 跟这么大的一个经济架构 OK好 这是有关于今天的经济学人杂志 谢谢沈云松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我来说 我来愿 m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